曾經傷害你最深的星座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匿名來的主題 這是要來調查大家最不想跟哪個星座交往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編輯的一小段話 不過編最不想跟雙子座交往欸 覺得好像很花心 雙子座對不起 往那邊看去 有一個雙子座 雙子座真的很花心嗎 不會啊 不會啊 我每個都一樣愛啊 不知道欸 單身的可悲 我不挑 好 有點可憐 怎麼第一個就有點那個 有點淒涼的感覺 雙子吧 感覺很花心 雙魚總是猜不透在想什麼 然後又不說 是因為雙魚很追求浪漫嗎 所以他想要 對 你要懂我啊 我講出來就一點都不浪漫了 你懂什麼是浪漫嗎 蛤 你懂什麼是浪漫嗎 雙魚座愛搞浪漫但不切實際 天蠍座光是當朋友就無法忍受他的 控制與還有不給空間 太誇張 天蠍座愛計較愛計愁 看不清楚心思 我只是很愛計較 我只是記得你當初剛進來的時候 那時候對我說了一句話 好像是有點貶低我的意思 在場有兩個 你說老闆 老闆可以接著 那你覺得老闆控制去搶嗎 蛤 沒有啊 這位老闆難怪不控制大家要幹嘛 全場失控喔 當然啊 加薪加薪 明明是老闆對他減薪卻一直找我吵架 好像我比他老闆還要更話一樣 把氣氛在我身上 還說他沒辦法把氣氛在同事和老闆的身上 就只能找我吵架了 他這樣人好恐怖喔 還說我夫妻要同行 如果我不贊同他 就是等於我跟他夫妻不同行 簡直就是神經病媽爆一個 最後還罵一個媽爆 然後從頭到尾不講星座 應該會是什麼星座呢 有點矛盾對不對 雙女 處女座 因為他的刀子嘴傷透了我的心 讓我覺得他也沒有那麼愛我 雙女座交往的時候對你好到爆 分手後絕情到不行 然後還跑去找前女友和好 到底多念久 欸對啊不然咧 雙女座有什麼關係 對啊 前女友夥合而已 你看下一個就換他啦 對啊 他也可以 再跟前女友夥以後再跟前女友 不在乎星座 那不科學 直接有人在 這最理性的一個發言 應該是摩羯座的 水瓶 因為很多怪咖 天瓶座 莫名其妙 太假 玩玩而已 忽冷忽熱 獅子 連續兩任都是 自以為是的為對方好 射手座 愛玩花心又很愛騙 蠻常見的 還亂射 發那麼多射手欸 還好吧 水瓶 啊啊啊啊啊啊 這已經是被搞到精神分裂了 雙子 水瓶兩個怪咖 真的先不要 哈哈 這兩個星座是真的都很不怪人嗎 天瓶座 做不了決定 每個都想要 是指女人的部分嗎 如果是女人的部分 真的不太OK 我全都用 摩羯男搞機車 自以為是的潮包 用情不尊的髒東西 哈哈 不要再給我前任的故事了 愛情的髒東西 你這個愛情的髒東西 你這個愛情的爛東西 所有的其他都給你爬爬去 所有的其他都給你爬爬去 我們都是巨蟹 對啊 因為巨蟹就是很模範啊 欸真的沒有看到什麼巨蟹欸 雙子真的超爛 金看號 跟我交往同一時間追另一個女生 甚至是之後問朋友才知道這件事 過了一年還來跟我說 我們當初根本沒分手 所以我還是他的女朋友 問號問號問號 人格分裂的 欸真的這是有雙重人格 欸 真的是雙子 這真的是雙子 他是其中一個人格 那時候跑去跟另外一個女生在一起 然後他就 他這個人格沒有回來 所以好像分手 寫個人格 然後他 對然後他回到 他在一年後回到另外一個人格的時候 他就理所當然認為他沒有分手啊 因為他就是 一年前那個還在跟那個女生交往的人 這說得通欸 雙子做 雙子喔 真的交往過古靈金怪 很好笑 是沒有花心啦 但還是爛 哈哈 為什麼 聽說射手座的男生很花心 但我也不知道 會不會有可能有一個效應 就是大家一直說射手花心花心花心 然後身為射手座的人心裡就覺得 喔我這個星座就是花心 那我好像也 對我好像 好像真的會欸 我好像真的可以去花心欸 大家一直說我們愛記仇 但其實我們也不用很記仇 大家都愛記仇 你們是不是很接近 大家一直說你們愛記仇 哈哈哈 雙子 感覺會太大男人 沒啦 刻板印象 什麼意思 我覺得大男人可以 在一個很好的狀態 是會讓人家有那種總裁 那種心動 雙子座兩面人 相處起來很有負擔 巨蟹座 欸第一個巨蟹座欸 可是我覺得愛家這點就很好了 這個留言的人是不是還有玩心 哈哈哈 我想被幫盡 人家不是說最好找的男朋友 就是巨蟹座的工程師嗎 其實工程師真的是一個很理想的職業 就是賺錢給你花 然後工 就是工作的地方又沒有什麼女生 比較不容易有那種外遇的感覺 天蠍座 佔有欲超強 可是最不像的女人 佔有欲有沒有 啊天蠍座的發言 怎樣算是佔有欲太強 我覺得你出門說 去哪跟誰幹什麼 這是很正常的 去哪穿啥跟誰 是男是女 幹什麼 吃什麼 花多少 幾點回來 但有些人就是跟朋友出去就會直接消失 雖然我不是天蠍 可是我也會覺得你讓我知道一下你在幹嘛 金牛座 鐵公雞 囉嗦 固執 社首男 愛自由 朋友永遠第一名 我覺得應該不是社首座的問題 那你們可以接受跟這樣的人交往 就是他可以就是反駁他一句話 就是那你要女朋友幹嘛 你要另一半幹嘛 的確你對女朋友或另一半 你交了以後你就是有一個責任 就是你要對人家好一點 或是要多放點心思 這是沒錯了吧 這應該不是獅子座霸道的發言 獅子控制力真的太強了 欸只有我一個獅子 可是我們公司有那個欸 最多星座是獅子欸 最多是天蠍吧 第二名是獅子 但那個數字都是標長那樣 那個長條圖 差不多 公司就是一個互相想要控制對方的 欸對欸一堆天蠍跟獅子 但是控制這樣子 然後獅子在領導 可是獅子做的控制力就是怎樣 感覺跟天蠍做的控制力有不太強 就是我是希望你發自內心主動跟我報備 而不是我就是一直命令你知識 你說你要給我報備什麼你應該要怎樣 你應該要怎樣你才做 而是你應該要自發性的做好這些事情 天蠍座因為控制力太強了又很主觀意識 射手座無敵花心 牡羊座非常死鳥 死鬧 非常死腦筋 促女座太龜毛了哈哈哈哈 可是我覺得是雙面人 就是另外裡面也有聽人家說過 促女座因為她很愛乾淨什麼什麼 有些人是會幫你打掃家裡的 收拾得很好 這種就是好的地方 天蠍座是個表裡不依花心的人 欸天蠍座是怎樣啊 也太就是太多那個吧 有的沒的就是前任遇到都很不好 牡羊遇到的都是花心渣男 但不是說全部的牡羊喔 還有理性的部分 雙羽男花心鬼片子 金牛座太固執了 我也是不想要雙子 也不想要水瓶 想法太難猜當然還是因人而異 沒有特定喜歡什麼星座 喜歡正向想法愛笑的人 他愛笑可是他愛家暴 愛笑愛家暴 哈哈哈哈 直接打砸砸砸砸砸 直接打砸砸 打砸 天秤座 每次遇到的天秤男都是渣男 沒有例外過 巨蟹 雙魚 天秤雙子 射手 那要換一半是不是 那也篩掉太多了吧 射手無法成為他真正深愛的人 會變很渣 這句話好有那個喔 就是那種玩咖男 然後每次你都會覺得自己 可能可以成為那個改變他的人 可以讓他不要再繼續玩 就是有點飛而撲火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辦法成為那個不一樣了 結果最後你會發現 戰戰兢兢然後來來回回之後 他好像還是又跑去找別人了 無法成為他真正深愛的人 好難過喔 好大家都看看 這就只是大家的前男女友星座普查而已 聽聽就好 但只能說這些星座可能在某些方面的表現 真的讓大部分人分手以後 對都非常的失望喔 我覺得要戒掉一個習慣 就是射手或是雙子 不要再就是因為 大家都說你這星座怎麼樣怎麼樣 你就自我墮落 我就爛啊 我就花心 我就渣男 好吧那我就當渣男 你們都這樣說我 大家可以試著去改變 看扭轉大家對你這個星座的 偏見跟刻板印象 這是什麼一個勵志的結尾 如果他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下次見囉 掰掰 應該說我不是不信星座 就我很討厭別人 就是可能在跟 比如說什麼射手做曖昧 然後就會一直問說 問其他射手做說 所以你們都會以毒不回嗎 你們以毒不回是因為你們在忙別的事 還是因為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這太生活了吧 這就是每個人生活不一樣 他可能會工作 或是因為他習慣 就完全不會跟星座的關係 很多人可能就是在 談戀愛的時候沒有醫 沒有一個未解 他們就想要尋求星座來判斷事情 因為他們真的才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因為他們不會發放 你們在煌中 一起遍 我們都會拒絕一下 如果你都不拒絕一下 你們會否討論 你會思考 不認識